烟南飞 烟南飞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见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会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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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的誓言 不是说过永远长相随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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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疯疼 别离不来不去 它都是你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心爱是一场空 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忘掉你着我要喝草 你到底懂不懂 啊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 才是我今生最痛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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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疯疼 别离不来不去 啊 都是你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我 心爱是一场空 心爱是一场空 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忘掉你着我要喝草 你到底懂不懂 啊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 才是我今生最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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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哥 乔双他真的不肯回家吗 也不是不肯 只是 你也可多为他着想着想 他多委屈啊 委屈 是啊 你想想 这么多天来 你一天到晚不回家 去酒家喝酒 我没说错吧 我就是不想听见他一天到晚说我姐姐不好 你知道吗 前几天我爸爸让我姐姐去洋行里看看账 而乔双知道了 就说我姐姐想夺权 故意查他账 查账 大哥 你比我更早认识我姐姐 应该知道我姐姐是个怎样的人 他只是在帮我照着我爸爸的话去做而已 根本就没有故意要难为乔双 这话说的倒是没错 可是换成你 你心里能舒坦得了吗 乔双刚嫁进刘家没几个月 有很多地方还都不适应 需要你这个当丈夫的 多多去爱护 多多去照顾他 不要再和他吵架了 我也不想啊 可巧双有的时候实在是太无理取闹了 女人嘛 你多哄哄 多劝劝的 不就没事了吗 好吧 我知道了 那这件事 就麻烦大哥多替我劝劝巧双 我会的 这天笔下有哪个哥哥不疼自己妹妹的呀 对了 这锦绣阁的事你怎么想啊 那是我妈替我姐准备的 根本就没打算给我们做新房 我不管当初这间房是怎么回事 可现在巧双就是因为这个房间的事情而感到委屈 如果你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让他满意 我想我也没办法劝他吧 大哥 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你让我怎么体谅巧双都可以 但是你让我 你让我去跟我爸说 把锦绣阁让出来给我们住 我开不了这口 可是巧双就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受了委屈 才觉得你爸爸疼你姐姐 甚不疼你呀 我爸 我就知道他会跟你说这些 这根本是两码事嘛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了 之前呢 巧双呢 是你的老婆 要劝他回家 你自己劝 我还有事 大哥 你 大哥 你 如意啊 如意 爸 你这是做什么呀 你这是做什么呀 活泼的 他先搬东西到我房间去了 如意啊 你 爸 对不起 我和我妈商量过后 还是决定让住锦绣阁 巧双不懂事 她的话你不用在意 没事的 爸 你先下去吧 是 大小姐 东西先别拿走 爸 您先别急着阻止 听听我的想法 听我说 可以吗 好 你说吧 爸 我知道锦绣阁 是爸妈对女儿的思念 而我 也是为了感谢婆婆 把我抚养长大 所以才执意 要把家里最好的一间房 让给她 既然你都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搬出来呢 其实爸 我只要能感受到 您和妈对我的疼爱 就足够了 我们是不是能拥有那间房 对我来说 一点都不重要 我婆婆 也知道爸爸您的难处 为了留家以后 一切都能风平浪静的 只要巧双能回来 我婆婆 她不在乎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这我都知道 但爸失去你二十多年 不要说是一间房 只要你开口 爸爸会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都碰到你面前 这就是爸爸对你的爱 也是爸爸对你的愧疚和补偿啊 我知道爸爸疼我 爸 就是因为您那么疼我 才使我更加感受到 我们一家人能够和乐地相处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爸爸不想让你受委屈啊 爸 这怎么算是委屈呢 女儿说过了 只要一家人 能够和和乐乐地住在一起 这才是一种幸福啊 哎 如意啊 你一切都是为了刘家着想啊 爸 我是您的女儿 我回到刘家 只是为了享受天伦之乐 但今天巧双 她为了锦绣阁的事离开了家 这真的不是我心里所想的 我婆婆也说了 如果她在刘家 只会增加矛盾和冲突 那她宁愿离开这里 好 好 好 你们都这么说了 爸爸能不同意吗 我只是觉得 又得对不起林太太啊 为了自己的儿媳妇 让她受这些委屈 爸 您别这么想 我们真的没受什么委屈 而且 如果我的退让 能让刘家和乐 能让志谦和巧双不再争执 让爸不再生气 这一切就很值得了 我了解 我了解你的心意 卢依啊 你真是爸的好女儿 爸的好女儿啊 谢谢爸爸 谢谢 老爷 有什么事吗 老爷 我带了最近的营收报表 请您过目 老爷 请您看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你做得很好 盛龙啊 有你在 我就放心多了 谢谢老爷台 来 坐 坐下 坐下呀 谢谢老爷 盛龙啊 虽然 你名义上是刘家的总管 但是这么多年来 你是知道的 我也视你如此啊 我知道老爷一向是视我如此 这些年 我的身子不中用了 之前呢 也不长进 洋行那边 多亏有你呀 老爷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要谢谢你 本来呢 小双进洋行管账 多多少少 可以帮着支钱 顺便代替他 了解一下洋行的状况 可是现在 老爷 现在洋行里有大小姐在 您大可放心 老爷 不是我在吹捧大小姐 她呀 为人和善 但是做事呢 却又赏罚分明 底下的人啊 都十分幸福她 说句实在话 如意 是个可以让人放心的孩子 是是 只是她刚接触洋行 总有很多事情 还不太清楚 也不够熟练 圣龙啊 老爷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协助大小姐 让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上轨道的 好 好好好 有你和如意两个人 在洋行里帮忙 我真的放心不少啊 之前哪天哪 要真的想通了 也能接手洋行 我就可以彻底退休了 老爷 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大小姐的 我真没用啊 再谈这么点事 就感觉有点累了 老爷 要不要我去请大夫来给您看看 不用不用 没事 你先忙吧 好 那圣龙就告退了 好 太好了 好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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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你怎么办 我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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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之前哪 你去找过巧双了 找过了 林太太和如意 为了不让巧双心里有疙瘩 已经搬出锦绣阁了 爸 你说什么 我姐姐让出锦绣阁了 他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你们夫妻呀 还不是为了咱们刘家的和乐吗 爸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和巧双 好了 之前 你可要记得 你姐姐这么做 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哪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姐姐 是为了让我和巧双 能够好好地过日子 我知道了 知道就好 那你明天就去把巧双接回来 我知道了 你来送豆腐啊 你今儿怎么没上学啊 今天是星期天呀 哦 哎 长生叔叔 待会儿你有没有空啊 带我和弟弟一起去玩吧 不行啊 会死啊 长生叔叔常带你们出去玩 你妈会骂我的 好吧 哎 长生叔叔 我告诉你哦 现在啊 我们和奶奶已经搬出锦绣阁 搬到妈妈房间去住了 现在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妈妈讲故事 太棒了 你 你们搬去跟妈妈一块住 嗯 为什么啊 听妈妈说 好像舅妈比较喜欢住锦绣阁 我们啊 就把锦绣阁让给舅妈了 不过我真的很高兴 以后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哦 这样啊 嗯 嗯 哎 长生叔叔 那我先去做功课啦 好好好 那你快去做功课吧 嗯 回头见啊 再见 好好 这 嗯 嗯 成生哥 哎 成生哥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站在那儿不说话呢 我 有什么事吗 先过来这里坐吧 好 如意啊 你是不是 有什么心事啊 巧双 巧双离家出走了 她说要跟之前离婚 啊 为什么 这事和我有关 她们 自从妈住进锦绣阁那天开始 她就一直不满意 可是这锦绣阁原本就是你妈留给你的 她 她为什么不满意啊 她说我爸爸偏心 把全家最好的房间留给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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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知道 巧双心里是这么想的 不过现在 我妈已经搬出锦绣阁跟我一起住了 我真希望 巧双 巧双能够快点回来 如意 你人真好 你这么疼弟弟 我相信总有一天 她会了解你的良苦用心 我想刘家少奶奶很快就会回来了 如果她真的能够很快回来 那就太好了 其实 其实我爸爸她 她也很担心巧双的 巧双 你跟我回去吧 我知道自己很任性 但是我真的很爱你 我怎么可能会逼你离开呢 更何况 我是你的丈夫 是要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呢 共度一生 说得倒是好听 巧双 好了好了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看 现在林太太 已经把锦绣阁给让出来了 这下总该满意了吧 这还差不多 算他们识相 对了之前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酒家喜欢上别的女人了 这怎么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啊 如果没有 你怎么每天都不回来 连晚上都睡在外面啊 好了好了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我向你发誓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去酒家了 从早到晚就只陪着你 好不好 别生气了啊 说得倒是好听 不过我告诉你 是从你姐姐 是从你姐姐回来以后 我们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你怎么又提我姐姐 对啊 我就是要提你姐姐 当初如果不是你爸爸找她回来 我们怎么会闹成现在这样子嘛 要我回家也可以 你以后洋行的事情不准她管 你也不要再去画画了 如果你答应我的话 我才会跟你回家 小双 你明知道我就是喜欢画画 当初也是因为我喜欢画画 你才爱上我的 怎么 怎么现在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我最怕看到你画画 你一画画就不管洋行的事 你爸爸辛辛苦苦创出来的家业 全都过你姐姐一个人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她是我姐姐 我不许你侮辱她 我怎么侮辱她了 她就是想独占洋行 欺占刘家的财产 住口 我不许你侮辱我姐姐 你 我 你想打我是吗 你打啊 你打啊 我不想看到你了 你给我走 你走 好 我走 我走就走 有什么了不起 你 你 你再也不要来找我 走 走 芝芊 姐 你来了 你心情不好 没事 没事 没什么 还说没事 来 姐姐就陪你喝一杯吧 芝芊 姐姐知道你的难处 姐姐也知道你很爱巧说 好 姐姐真是对不起 说真的 如果爸爸今天没有找到我 你和巧双就不会闹成这样 姐 你别这么说 其实这件事跟你根本没关系 这一切都是巧双自己瞎闹 我说她还年轻 她有什么想法 我们都不能怪她 说真的 我看我婆婆在整理行李的时候 我真想跟爸爸说 真想跟爸爸说 我们搬回林家去 说真的 我看我婆婆在整理行李的时候 我真想跟爸爸说 我真想跟爸爸说 真想跟爸爸说 你说出这样的话呢 你知道吗 爸爸思念你 思念了二十多年 到今天才把你判回来 姐 我求你了 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说了好不好 可是之前 我看到你这样 看到爸爸这样 姐心里 心里真的好痛啊 我知道 姐 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知道吗 当爸爸告诉我 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有一个姐姐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高兴 多想见到你吗 所以姐 以后你千万不要说 搬回林家去这种话好不好 你答应我 要不 芝芊 这样吧 我明天 就去劝巧双回来 好吗 姐 你不知道 没用的 没用的 巧双她什么都听不进去 姐 你还是别去了 芝芊 姐的期盼 就是你和巧双 希望你们夫妻 能够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我相信 爸也是这么期盼的 芝芊 芝芊 这次你就答应姐姐 你让姐姐去吧 你答应我吧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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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是谁啊 我 我我 你找错地方了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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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照这个 照这个地址找过来的 这么说 找我找得还挺辛苦的 说吧 有什么事 少奶奶 您就回刘家吧 你叫我回刘家 真是奇怪了 关你什么事啊 大家都想念你 你如果回去的话 大家都很高兴的 大家是高兴了 我可不高兴 你 你回家为什么会不高兴呢 是不是林如荫让你过来找我的 那是爸爸让你过来找我的 都 都不是的 就是我自个儿要来的 你走吧 快走吧 快走 少奶奶 少奶奶 你别这样好不好 您就听我的话 跟我回刘家去 大家都不喜欢看你这样的 你真是个神经病啊 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 你走啊你 少奶奶 小奶奶 我求你了 你听我的劝好不好 凡事啊都往好处去想 这样你就会长命 长命百岁的 屁 麻烦你跟我回刘家吧 好 对不起 看到你和林如荫我就会短命 你给我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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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是少奶奶 少奶奶 如果如果 如果您对如荫有气的话 你打我 你骂我 但是如荫她真的是个好人 我从小跟她一块长大 她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的 我告诉你 林如荫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 她不怀好意 你回去告诉她 不要把我当成傻瓜 不要把我当成傻瓜 不是 这 你滚 少奶奶 快 少奶奶 少奶奶 我求你了 你再考虑一下行不行 请你跟我回刘家 少奶奶 长生哥 你怎么在这儿 哎 长生哥 你 你怎么鼻子流血了 怎么回事啊 我 我没事没事 原来是你啊 怎么 想要轮流作战是不是啊 长生哥 我看你先去看看医生吧 可是 别可是了 你快走吧 快走吧 巧双 我可以进去坐坐吗 如果你觉得脸皮够厚的话 那就进来吧 小双 我可以坐下吗 坐吧 唉 巧双 你听我说 我 你是来劝我回家的吧 是不是要我回去看看 你爸爸有多疼你啊 是不是要我回去看看 你爸爸是怎么数落我的 是不是要我回去看看 你爸爸疼的是你 不是至谦 不是不是 什么都不是 乔双 你就这么恨我吗 知道就好 像你这种表里不一的人 我根本就看不起 我知道 我知道 千从万错 都是我的错 巧双 请你听我的劝搬回去 只要你能搬回去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听你的 我要你做什么 你都听我的 只要你愿意回到刘家 我们一家人 团团圆圆 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 我就什么都听你的 真的吗 真的 好 那 我回去以后 只要能住在锦绣阁就可以了 锦绣阁 对啊 我婆婆和两个孩子 都已经搬出来了 可是 我又不知道爸爸会不会同意 让我和志谦住进去 这个你放心 我已经说服爸爸了 算你聪明 知难而退 那巧双 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了吗 跟你回去也可以啊 我还有一个条件 还有一个条件 没事没事 你说吧 以后在洋行 如果要碰面 那是不得已 可是在家里 我不愿意再看到你们 凌家的任何一个人 你是说 对 如果你真的不舍得 不愿意离开刘家 那可以住到后院的柴房去啊 你让我们一家 住到后院的柴房 不能接受吧 我就知道 你是假心假意的 你呀 还是早点回去吧 这 这 好 我答应你 我回去之后 我们就立刻搬到柴房去住 你放心 我会跟爸爸说 这是我们自愿的 让他不要责怪你 但是巧双 你得答应我 你回刘家之后 我希望看到你和志谦 我这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 你什么时候搬到柴房住 我就什么时候回去 好 我现在就回去搬去柴房 我等着你回来 我走了 慢走啊 我倒也要让你看看 到底谁厉害 我不答应 我绝不会答应 怎么能这样的 爸 您就答应我吧 您让我和婆婆 还有两个孩子 搬到后院柴房去住吧 如意 你 爸 只要能留在您身边 我住在柴房 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意 你呀 你把锦绣阁 那么重要的地方 都让出来了 他们现在居然 还要让你们 让你们搬到后院柴房去住 我怎么能答应 爸 您不能只为我着想 您也要为志谦想想 我怎么没有为志谦着想 那根本就是 巧双禅无理取闹 爸 您是知道的 我们都不希望 看到志谦为了巧双 伤心难过 如果 如果 如果爸真的不让我 搬到后院柴房 那我只好搬回凌家去 如意 你怎么能这样 爸 你怎么能这样 对不起 爸 让您为难了 对不起 来来来 小心点 小心点 好 那边也要整理干净 好嘞 好 来 当心 当心 好好好 快点 快点 你们快点 这边都要等你好 知道了 来来来 到这边来 过来过来 过来 把这个箱子搬到房间去 好嘞 好 快点 快点 来啦 当心 当心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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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都快点啊 赶快搬了 都收拾干净了啊 好 赤祖 收拾干净啊 好嘞 都小心点 小心点 快点 快点 你们这是给谁办啊 大小姐搬 大小姐 看你说大小姐也真是的了 就是啊 这人想不出来 要搬到柴房 就是啊 就是啊 真不知道怎么行 来来来 来来来 我们不管喽 如意搬到柴房去住 这带怎么回事啊 慢点慢点小心啊 慢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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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快点 还有呢 就是啊 什么 条件就是要你们搬到户远柴房去 知情 这没什么 再怎么说 也比我们以前住的凌家好啊 不行啊 姐 你们已经从锦绣阁搬出来了 现在 又要你们搬到后院的柴房去 这怎么可以 这真是太过分了 乔双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如果他非得这样做的话 那这种老婆我也不要了 胡说 知情 不要再胡闹了 不要再胡闹了啊 你们要是 再这么闹下去的话 姐姐真的搬回凌家去住了 姐姐 你 姐说到做到 知情 姐就是要看到你和乔双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那也不能让你为了我 让你婆婆 还有两个孩子 受这么大的委屈吧 你让我以后 拿什么连见惠慈和念祖 让我怎么当他们的舅舅啊 说到惠慈和念祖 他们一直很关心你这个舅舅 他们也希望 看到你们快快乐乐的 希望你不要让他们失望啊 知情 听爸的话 快点去把巧双接回来吧 就算姐姐求您了知情 去吧 去吧 女儿 希望从此以后啊 能看到指钱和巧双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太好了 太好了 他们什么都答应了 巧双这招可真厉害 从这里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刘家还是很重视少奶奶的 所以我想啊 家东 咱们就趁这个时候 把那个一百万一起谈好 谈一百万 现在就谈一百万 既然不太好嘛 万一巧成回不去了怎么办 这一切我可都是替你着想啊 你自己想想看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如果不趁现在去谈 那以后机会可就没了 到时候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这 我怎么了 这还需要考虑吗 那 那你说怎么办吧 来 我跟你说啊 你就这么去跟你妹妹说 你说啊 咱们要谈到现在 妈 妈 让我来吧 不用不用 我来就行了 我来 没关系 啊 如衣啊 这些东西先放在上面吧 一会儿我来整理 外面还有好多东西呢 你好 那我到外面去整理行李了 嗯 长生哥 你怎么来了 你搬家需要人手 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也没多少东西嘛 我想怎么好意思让你来一趟呢 嗯 如衣 你不叫我来帮忙 我才真难受呢 淳衣 长生啊 自从文祥去世以后 我们一家人一直受到你的照顾 谢谢你啊 谢谢 淳衣啊 你说 你说着哪话呢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亲生的妈妈一样 干嘛如衣当成是我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照顾家人 本来就是应该的嘛 长生哥 我们搬来这里的事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这 好吧 我就听你的 谢谢 长生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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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陪我们玩吧 你 你看这俩孩子 看到没有 妈妈跟奶奶在收拾东西 长生叔叔要帮忙收拾 收拾好了再陪你们玩好不好 这俩个孩子真是很懂事 从锦绣阁搬过来 一句怨言也没有 对了 惠慈 念祖 妈妈 我们搬到柴房了 妈还没有经过你们的同意 你们会不会不高兴 为什么要不高兴啊 因为 我们以后也没有大房子住 也没有漂亮的家具 妈 只要能和你和奶奶永远在一起 住在哪里都一样 对 都一样 不过 长生叔叔要是跟我们住在一起 我就更高兴了 看着孩子乱说什么呀 长生叔叔 来陪我们玩吧 陪我们玩吧 你们这两个小孩 会刺您族 刚叔说了 要帮忙收拾行李 这样好 叔答应你们 收拾好了 马上带你们俩一块儿出去玩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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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双 我来接你了 既然来了 那就坐吧 好了好了 不要再生气了 看你这副样子 好像全天下的人都在欺负你似的 本来就是嘛 我的好老婆啊 你就高抬贵手吧 所有的事都照你的条件办好不好 走吧 咱们回家吧 你快去准备一下 我在外面等你 不 不 我 你怎么了 我还有一个条件 什么 你还有一个条件 我告诉你巧双 现在姐姐姐为了我们 都已经搬到后院柴房去了 你 你还有什么条件呢 你不该认识吧 好吧 我不说了 我也不回去了 什么 你不回去了 好了好了好了 巧双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跟你说话那么大声 都是我不好 原谅我 原谅我吧 这还差不多 之前 我问你 你真的爱我吗 巧双 你怎么到现在还在问这个问题啊 你说 如果我不爱你的话 我会三番四次地来找你吗 你不觉得你家的门槛都快让我给踏破了 那好吧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一定会答应我的条件的 对不对 好吧 你说 什么条件 就是 就是上次我说 像你爸爸 签一百万给我哥哥做投资啊 一百万 我说巧双 你可不要得寸进尺啊 你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哪有那么严重啊 你爸爸那么有钱 一百万算什么吗 芝芊 你就答应我吧 你就答应我吧 巧双 你想害死我是不是 你让我怎么向我爸开口啊 很难开口吗 好 那好吧 那你不要开口了 我也不回去了 什么 你又不回去了 你 说不回去 就不回去 除非 除非你爸爸答应那一百万的投资 巧双 这根本是两码事嘛 你 你真是气死我了 好 我问你 你到底回不回去 不回去是不是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到底回不回去 不回去 你 你 你真是气死我了 芝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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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还是跟巧双离婚算了 什么 离婚 不是什么条件都答应她了吗 你姐姐一家已经搬到后院柴房去住了 爸 本来你让我接巧双回来 我心里就一百个不情愿 她怎么能提出这种条件 让我姐姐他们搬到后院的柴房去呢 可想而知 你姐姐有多疼你们哪 爸 我知道我姐姐为了我什么都忍着 只要她能看到我跟巧双过着幸福的日子 可是你知道吗 巧双她又提出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她要你 答应借给她哥哥一百万做工厂投资 爸 要我答应借她一百万 所以我就说嘛 爸 干脆还是让我跟她离婚算了 果然她这样得寸进尺 回来之后 还是会把我姐姐一家人赶出去的 量她也不敢 爸 你听我的 你就干脆让我跟巧双离婚吧 胡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到底怎么了 稍微不顺心 就把离婚挂在嘴上 真是太不像话了 爸 我 什么都别说了 爸爸问你 你还爱不爱巧双 爸 我当然爱巧双了 可是她这样无理取闹 好 我们不说这些了 我再问你 你爱不爱你姐姐 爸 何止是爱啊 我姐姐为了我的事 退让了那么多 试问天底下 你叫我上哪儿 再找这样一个好姐姐 好 这么说 你两个人 都很爱了 是啊 爸 我两个都爱 好 好 就这么说定了 一百万 我借给巧双他哥哥 爸 你要借给巧双的哥哥一百万 我借给巧双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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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借给巧双的哥哥 何 为何 唯独你不会 我恨 我恨 我恨你对我的誓言 不是说过永远长相随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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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好疼 你都来不去 啊 都是你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心爱是一场空 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忘得你找我要何藏 你到底懂不懂 啊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 才是我其身最痛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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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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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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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